大家好 我山蘇公 今天來玩三國之幻想大陸 那昨天那集 提到這個 夫豬來襲的一個陣容介紹 那是我自己研究出來的陣容 那今天 巴哈有這個日服大佬的一個分享 我也會讓大家看一下 他的文章 那也來試一下他的角色怎麼樣 跟大家做介紹 請大家先幫我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做得出更多遊戲介紹及攻略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今天 是把次數拿來試一下 昨天有講到我原本這裡花蠻的位置是郭家 那我現在換成了花蠻之後 傷害又變得更高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最夠傷害還是2800萬 但是呢 這是不使用任何道具 我連椰子都沒有吃 全部的水果跟攻擊符都沒有吃 就打到2800多萬 那神兵的部分我一樣是用和式幣 但是現在我把它換成了符 因為等一下要給大家看一下日服大佬的文章 他蠻推薦斧頭的 我們來到巴哈的三幻版 這裡有一個叫Saki的日服大佬 他推薦大家是這個陣容 那大家也可以來這邊直接看他的文章比較詳細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用的都是我昨天有招募有在考慮的角色 許楚 花蠻 跟 陶劈 那一樣全弱點 那這邊大佬介紹這個 神兵要用斧頭 再來就是手動施放會比較好 再來就是有降魂技能 如果有回血加上葫蘆 就可以撐到最後 那這邊有多種組合大家可以自己去做 考慮 那我也會再做測試 所以這邊放斧頭、弓、葫蘆 我覺得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呢 許楚我有換上來過 許楚來替代司馬懿或者是替代夢霍 我自己都覺得好像傷害不太高 那這個站位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再來多試一下 因為次數真的很少 所以樣本數不高 就覺得不是很準 那我們試著把元少 跟花蠻互換位置好了 讓曹操在第一位 雖然這樣第二輪才能吃到元少的增傷 我們以這樣的陣容打一次試試看 跟我原本的陣容差不多 打出來的傷害會是多少 我們SKIP 喔多少 啊才2400多萬 欸我總覺得元少放前面比較好 當然是我們來看到傷害 傷害的話花蠻其實真的蠻高的 所以放花蠻一定是必須的 再來我們還是換回去好了 好換回來 接著 許楚去換司馬懿 我們看一下傷害怎麼樣 再來把建議的潮批換上來 我們以這樣的陣容再去試試好了 來試一試 喔這裡最好是手動施放啦 但是我自己就是可以自動 我就不手動 想追求高分的一定要手動去做施放啦 那我自己真的是懶的 我想試一下 自動可以最高多少 來SKIP 多少 2500多萬 那大家看到喔 許鼠在這邊傷害也還不錯 但是元少跟曹操的傷害就降低了一點 因為少了夢獲的增傷 所以還是有差的喔 那有了曹批 所以生存力變好了 所以都有活下來 但是呢 傷害好像也沒有再更高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喔 日服大佬這個陣容也是不錯 那站位自己可以做調整喔 可以把元少往後擺這樣 但是呢 打出來的傷害 目前我什麼都沒有吃的情況下 跟我原本的陣容好像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會等到我的道具多一點的時候 然後大佛翁多灑一下這個增益 過幾天我們再來試一下 拼傷害的時候 哪個陣容比較好 那站位有沒有差 大佬分享的是說 日服的話有機會是上5000萬的 那當然 神兵的部分要手動去做操作 再來就是降魂技能也有差喔 還有斧頭的星數也有差 斧頭 星數當然越高 增傷會越高喔 那我自己的斧頭也只有三星而已 我覺得可能有4000萬 應該就很厲害了喔 那水果的部分 大佬老師建議 吃芒果或者是香蕉 那芒果的話是說 斧頭如果是高星數 就選芒果 增傷會很高 那這是屬性類喔 被動類我自己會覺得 椰子很不錯啦 那大家有打出更高傷 可以提供你的陣容 分享給我喔 那畢竟我現在用 沒有吃任何東西的情況下 打出最高傷是我自己的這個陣容 那我之後會 繼續是這個陣容 跟其他陣容 哪個比較高喔 所以大家 盡量可以多提供 你的陣容數據給我喔 畢竟次數有限 大家要互相分享 陣容分數 才會打得更高 那我自己目前是覺得 花滿放後面很可惜 但前面 我又喜歡把這兩個增傷 百一二 那夢獲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可以換掉 司馬翼跟許楚 到底哪個比較強 我也還 需要繼續做嘗試喔 那神兵手動施放的話 我自己也還要再試一下 畢竟現在沒有吃滿這個 道具的話 我覺得 不是很準確 而且又太花時間啦 拼傷害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 分享心得吧 那大家記得這個青蛤趣紋 要來做一下巡邏 這個素材是非常的多的 呈現在趕快拿一拿 接著就是天下試煉 記得 這個要去把降魂路重點 雖然重點是非常非常的久 但是呢 每天大概都可以推進個幾十關 我次數又累積太多了 頭痛啊 今天又來洗蜀國的降魂路了 把這個抗蜀跟滅蜀 點高再去點別的 這樣來過這個天下試煉 就非常好過的 那就可以拿到一堆的這個降魂精華 去換降魂啦 那像我目前家園這個好感度 也都還沒去做培養 現在的戰力是6700多萬 那應該好好的弄一下 可以到7000萬左右 那商城的部分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目前課金程度啊 課金程度 4級還沒滿 如果以 正常的課金金額來講 是28000多的課金量 台幣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有這個現金券 還有買咖的蛇扣 所以 金額應該是在25000左右啦 不曉得大家現在都課了多少了 那買咖的管道 我也沒有拿到比較安全又便宜的管道 所以目前還是直接從 PCHOMEMO直接買 我這個人就不敢用代儲 或者是不認識的點數商 所以不好意思 現在還是沒有更便宜的管道可以拿到啦 那還是有很多玩家 最近才知道現金券這個東西 大家趕快去查一下 我的頻道的影片 現金券那一部 可以教大家 怎麼比較省 如果用手機直接課金的話 貴蠻多的 再來就是招募 潮批 好用的潮批 已經是最後一波了吧 我們 第一張到28號就會結束囉 接下來就要邁進第二張了 所以最好用的潮批 也是最後機會了 今天剩5小時了 過了12點就沒囉 還沒抽滿的 趕快把它抽滿啦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抽啦 他真的很好用 但是我 花馬 就已經花了太多錢了 受不了了 我們要把金額留給下一隻 第二張的 姜緯 姜緯真的很猛 那到了第二張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任容的一個更新 到時候會有一個強度的大洗牌 火燒隊 會出頭天 所以無課的玩家 或者是微課的玩家 火燒隊還在蹲的 快啦 第二張就是他們的天下了 以上就是最近的一個重點 那有新的情報 再分享給大家 感謝大家這一部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